第一條影片出來之後 大家第一個留言就是不喜歡我的胖子 重新有要求我上整個胖子 哇!比我小的衣服 我的重新衣就是這樣 我都會放手指進去捉那些肉 是硬的 可以捉一下嗎? 因為我抽脂這個部位 然後不可以做性行為 後進去 那你做完之後有沒有後悔? Hello大家好,我是Winqui Hello,我是Alice Hello大家好,我是Coco 沒見你一陣子了,你做了什麼? 我最近做了手術 做了抽脂手術 其實我是為了拉皮而抽脂的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我三個小朋友 肚皮鬆了 我就看到台灣的拉皮手術 跟拉皮抽脂手術兩個價錢一樣 我就為了拉皮就順便做這個抽脂 那為什麼你一開始會有抽脂手術這個想法? 因為拍片需要 那你之前有沒有做過眉整形? 那些什麼黑眼圈針 那些什麼紅貓針 那些就是打在這個位置 然後打透明質酸在這裡 然後就會沒有了下眼鏡 透明質酸打鼻 因為我的鼻扁 然後我打了兩次 醫生跟我說 咦?你的鼻其實是不適合打透明質酸 因為打完也沒有分別 因為他說我的鼻這個位置 容量失不了太多 因為正常是可以打完整支透明質酸 但我是打不完 我是鼻… 打背指 對 這個容量有限 剛剛十七八歲 剛剛出來做模特兒的時候 探靚想想更更更更更更加打 然後發覺打完之後 都沒有用的 就沒有再開始打了 那你剛才說你在台灣做手術 那為什麼你會選擇在台灣? 因為韓國我又不懂韓文 日本又太貴 那台灣中等又可以溝通到 那我就去了台灣 當然我現在工作的地方 是在台灣方便 那我就上網找頭十的整容醫生 有誰呢? 那一整當然找第一、第二、第三 那我就去了 我也是自己上網找的 那大概見了兩次醫生 那他最初就會評估我的報告 然後怎樣跟我商量 那第二次就是 自從抽資要穿那些素身衣 他就訂了素身衣回來 那我就訂了看看我剛剛穿 做完這個手術 起翻身 你就會看到自己已經穿了那個素身衣 就是一隻腫子 就包住了 對 已經包住了 就是他幫你穿了 是啊 但是你說那時候 你上網找 去到你預約到醫生 其實要多久呢? 那三個醫生就數一、數二、數三個 大醫生 那你可能要排期 其實可能要排期半年才做到的 其實需要那麼久呢? 其實他會在訊息裡跟你談了 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可以做這個手術 然後就是做這個手術 那時候醫生有沒有說 有什麼副作用的? 其實他們說 以前剛剛有這個整容 其實可能會有風險 但現在都過了這麼多年 機會是很微的 失敗的機會 最多都是 所以他們所指的失敗就是 可能是你的鼻 整個鼻然後歪了 或者你弄了 很失敗的 然後腫了 但是你說死亡那種 或者導致你有疾病那些呢 基本上機會率就比較少 我想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到底是多少錢呢? 每間診所就不同價錢的 那我那間其實 都是五位數左右 都不會超過六位數 一定不會超過六位數 五位數是港幣嗎? 對 港幣是港幣 那你還沒開始做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緊不緊張? 還沒開始做的時候 當然緊張 說不定是第一次 那 整個過程很緊張 但是其實 當他幫你打麻醉藥之後 你就沒有什麼感覺了 也是的 但是我當時以為 自己可以出來 但是 誰知道原來是不行的 然後要急招呼叫朋友過來接我 以為全身麻醉會散得很快 其實不是 都要幾天時間 幾一條 所以 如果要自己用的朋友 是一定要找一個朋友 沒有朋友 你千萬不要自己一個人去 嗯 沒有朋友的人就不可以整容 沒有朋友的人 首先認識了朋友 我整個過程就是 你去到診所 然後醫生跟你說 大概他的流程 然後你就進去一個消毒房 全身消毒 換衣服 換一件手術房 然後他就會抽血 給你帶來所有要做手術的東西 然後就開始麻醉 麻醉之後 就昏迷了 他要等你昏迷了 熟睡了 然後就開始做手術 然後當你做完手術之後 你是 對你張開眼睛就變成一隻腫毛 張開眼睛就已經在病房 有沒有說做多久 整個過程有沒有說 整個抽脂過程 兩三個小時 應該不止 不止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他跟我講四個小時 但是你一騷醒那一刻就不能走 還要打點滴那些消炎那些 我當時十點鐘做手術 然後到最後十一點才能走 要打點滴 就是早上十點進去 Kitty Carla搞得來 真的四個小時做手術 然後躺在病床上 到最後十一點才能離開醫院 那你做完一開眼看到自己有什麼感覺 做完一開眼 是瘦了的 是即時瘦了的 但是 感覆不快地 整條腰硬了 因為你穿了那件衣服 不是 就是你穿了那個傻身衣 那我就 我的傻身衣就是這樣 我都會把手指放在那些肉 是硬的 可以嗎 可以 現在也硬的 因為它的意思是抽 要一個月才可以消 因為它的意思是抽了脂肪之後 是肌肉還是什麼 所以一摸下去就是肌肉 所以就硬了 還是什麼 普通一塊脂肪是這樣一個圈圈的 然後它抽脂是要把你的脂肪打散 然後它就變成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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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都很痛很辛苦 你是做完之後馬上痛還是什麼 第三天開始痛 馬上過了 不是 真的會 有多痛 嘩 痛過三仔 這麼大 因為你的脂肪變了硬化 好像石頭一樣 所以一躍的話 就… 所以一躍的話 就… 那你睡覺就睡不到 對 而且你會癢 然後你會癢 然後你會癢癢的時候 你會癢不到 因為它是硬化 它已經變了一個硬化 你怎麼會癢化呢 嘩 但是你一直睡覺都要穿著 對 這個素生衣要穿一個月 洗澡的時候可以脫 其實剛剛抽脂頭一個星期是不能脫的 只是可以抹身 做了多久 做了一個月 真的可以脫了 對 真的不是只是抹身 是 是 三個月就真的完全不用脫了 嗯 頭一個月 戴十二個小時 接著去到三個月之後就完全不用戴 噢 那有沒有疤痕 疤痕沒有 因為其實它有一個洞 就是很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 因為它是把水進去 沖散脂肪 然後再抽出來 看醫生的時候有沒有說 你現在是多少腰 你上去之後抽完是多少腰 嗯 即是它應該會固定了 因為每個人不同 其實我跟她說得明白 我來抽脂肪的目的是 因為做事需要 他們需要我去到 某一個磅數 五十一kg 以下 總之幫我抽到這個位 那在韓國醫院呢 它會給你一些東西消腫 那台灣醫院有沒有給的 台灣有 台灣有 台灣會給消炎藥脂肪 抗生素 然後要回去複診 頭一個星期每天都要回去打點滴 那有沒有塗東西消腫的那些 沒有 有沒有腫 因為做完手術也不會腫的 會啊 就是因為腫水才要再做新衣 很辛苦 這個之後它有給中藥的 西藥中藥都會要你吃 完西藥然後隔一個小時就喝中藥 對 因為你吃藥是消炎止痛 那中藥是用來做什麼 那中藥就是用來消腫 回診的時候它有雞湯給我喝 哇 這麼好的 它有麻油雞湯給我喝 大概一個月後 它就有按摩服務 因為它變硬了 因為我這間醫院 應該是全台灣最貴的醫院 作為第一次出來整容 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又怕做漏了什麼 那當然是選擇它有售後服務 它什麼都幫你做了 可能做完之後 你就怕做什麼會反彈 或者效果會變差 那你有了售後服務 不用自己來 它幫你保養 對 一定是完美的 平時抽脂最大出現的問題 就是凹凸不平 然後有些整容公司可能說 因為你照顧得不好 而出現這個問題 你的售後服務就是它幫你保養 即使有這些問題 都難不下是我自己的錯 因為是它幫我保養 不是我自己保養 所以你給了筆錢 在三百一裡面 就是那些優惠 對 很重要的部分 那它需要戒口嗎 要戒口 一個月內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吃煙 頭一個星期是不可以吃辣 然後可以味辣 海鮮盡量都不好 會發炎的東西盡量都不好 即是蛋等 和中醫戒口的東西都不可以 對 不可以做運動 因為我抽脂這個部位 然後不可以做性行為 然後 後入可以量 不行 瑜伽普通伸展的 是可以做的 派激動 那些跑步 或者做gymone 那些 一個月不可以做 可以按摩的 純粹按摩精油 就是幫你推軟脂肪 但是不可以穴位按摩 我怕我的硬塊弄傷你 吃東西裡面 有說過不可以吃太多煉粉 對 廢水 不可以吃太多煉粉 所以你應該叫微糖 不可以叫少糖 我應該叫微糖 你應該叫少糖 我應該叫少糖 我應該叫少糖 一杯是可以的 一杯 你為什麼說可以 一杯酒也可以 一瓶煙也可以 我覺得 純粹是我覺得 對 你覺得 不是醫生的角度 因為你不是醫生 所以你不是做不到醫生 我也覺得我是要解釋 因為我不想做第二次 因為很苦 這個手術是很痛 頭一個星期最辛苦 因為不能洗澡 然後二里又要插著管 它要排排肺血 排骯髒的血出來 膠瓶 那些血就要流出來 排鱼血 才是最辛苦 對 因為你睡不著 因為有些東西韌著 有些東西韌著 因為你一側身 你就會韌著 你會怕它掉了 最怕是一開眼 整床都會血 對 而且會很痛 還有你那個 嘩 這麼早來停 你那個口 插進去那個口 沒有東西包着 很痛 真的就在一條管 沒有東西固定 沒有 哇 難怪你持續吃消炎藥性 因為有機會傷感染 對 那就真的不能摔碎 不能滾來滾去 你一個人反眩 那星期的睡覺就是這樣睡 頭一個禮拜你不能洗澡 還有帶著掃身衣是會很癢 但你一拔是拔不到 因為有硬塊 你一拔那些硬塊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那你做完之後有沒有後悔 有啊 收拾這個過程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主要是為了拉皮而去做 你想想減肥是可以做運動去減 但是你拉皮這個步驟是做運動是收不到的 那太多是後悔那件事沒有責任 嗯 但如果整容這個不是公司要求的 你就不會去做 怎麼會給錢買難受 貼錢買難受 不會做這件事 人人都知道整容是一件辛苦的事 雖然是會給你 而且也不想浪費錢在整容方面 始終做這個工作是為了賺錢 沒有理由不斷拿錢 沒有騙局 求職限定 一進來就給你10萬元清領 那之後你還會不會想做其他部位呢 第一條影片出來之後 大家第一個留言就是不喜歡我的肥 重新有要求我上肥 這個可能真的是你們這行的入門 都不整領的門面都沒有人來幫襯 不停有進化的 哦對 不同樣子 你想想看 她剛剛進入AKB400 那時候什麼鬼頭圖子 樣子跟一個樣子都不同 連日花剛出到中期 好像人們說她變了三個樣子 有三個階段 好像給你一樣 導演也有說過這個是必經過程 一個進化的階段 你當自己是數碼暴龍 所以這一行都不是容易 因為整容都是要自己貼錢的 那你整容都是為了你的工作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就講一下Alice的工作 對我的工作有興趣呢 大家記得看下一段影片 CLSS SS SS SS